大家好,各位早晨 我去了溫哥華 我之前已經跟大家提過 所以最近有一段時間我都沒有錄影片 但今天有點時間 所以就拍一段影片 早前,我不記得是哪一晚 我老婆去了阿姨 因為她想著第二天一早起床和阿姨看世界杯 那晚只有我一個人 所以我就拍一些爛影片來看 不小心被我找到 我妹妹的電腦裡有出 I spit on your grave 如果你有聽過這個名字 其實她好像七十年代還是八十年代早期 有一個原裝版本 後來她就重拍 我看得出是重拍的一齣新電影 這齣電影 本來的原本已經是一齣爛片 不知為何她又重拍 我覺得已經很難 完全是救不到那件事 I spit on your grave 中文的意思是 我向著你的墳墓噴口水 那她 即是說故事村橋 她這齣電影裡是沒有墳墓的 而且是沒有噴口水 她的名字是這樣的 她的故事是說有個女生 其實我一說就說完整個故事 因為這齣電影其實是沒有什麼內容的 她的故事是說有個女生 她就去到荒山野嶺的一個地方 後來有一群男人就入侵她的家 即是有那些 Invasion movie那種的 即是有那種元素在那裡 然後就強姦了她 對她施以暴力 然後這個女生死不去 她就向這些男人報復 其實這個好像是一個設置 事實上也是 只是一個概念 但其實已經是整齣電影 那整齣電影 那整齣電影 它頭那一半 就是說那些人 如何向那些女生施暴 那齣電影後半的部分 就是說那些女生如何向那些男人施暴 那在一片施暴中 那你就看完整齣電影了 那這一類的電影 其實那個劇情 你就不能夠預計有些什麼 那即是有些 即是有些 即是 懶是有心度的那些 又說 哎呀 即是怎樣 這個是 即是男女的權力 那個 那個 那個的倒轉 是吧 即是後半 就說那個女生 如何懲罰那些男人 是吧 即是那一種的 女性強權主義的張顯 即是說那些 那些 根本上就不是這齣電影 根本上就是想 即是有個設定 是吧 即是男人向女人施暴 女人向男人施暴 然後給很多噁心的鏡頭 你看純粹就是這樣 你都不需要想太多 根本上就是浪費氣 是吧 所以呢 所以這齣電影 即是說它的質素 最重要 就不是那個故事 而是 裏面的那些演員 可以不可以 是吧 因為它裏面 只是 它的故事很有限 但是如果那些演員可以 那些角色有趣 那你看得投入 那其實呢 亦都是可以活動的 但是非常之不幸 裏面的演員 我覺得就是 全部都不行 尤其是 那個受害的那個女生 那我就覺得 就是 他不是可以背起 整齣電影的那種 女主角那種這樣的氣質 所以就不行 就是看得不投入 另外 就是做那些奸人 那樣 就是那幾個人 就的確是 虛無過犯面目可憎 尤其是在戲裡面 他們做很多壞事 那所以 的確就是 很賤 那些賤男 但是 不是一些突出的角色 就是 我是覺得很震驚的 就是我在網上 不斷立了一下 那些影評 有些說 哇! This movie is fantastic 怎樣 You care about the characters 這樣的character 你都care about 你不是吧 哈哈 真的離譜了 真的 我覺得 他那一齣戲裡面 我的感覺 就是不論是男主角 女主角 他們在這齣戲裡面 只不過是 好像一些肉身公仔 那樣 好像那些人型 Mary 那樣 有個人在這裏 然後 你對他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有些噁心的鏡頭 拍出來 純粹就是這樣 根本上 你都不是人 對待 根本上 所以 那些角色我覺得是不行的 另外 另外 他這種 要給一些噁心的鏡頭 那些恐怖的鏡頭 你看 如果他是花心思 是有趣的話 那也是OK的 是可以看一下 但是 這齣戲 我亦都不覺得是 有特別 花些什麼心思 就是不外乎 跟強姦有關的 切桌 斬J 就是那幾下 那他有一點 就是有些 用勾 那些 那樣 你會覺得 也挺創作的 但是他裡面是佔很少的成分 因為普遍來說 我覺得這齣戲 故事就沒有辦法 因為他原本的版本都沒有 沒有故事 那他的演員 又不是找得特別好 再加上 他裡面 即使是噁心的鏡頭 也不是特別的出色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這齣戲 根本上就是可有可無 可看可不看 根本上是不需要看 你想想 這齣戲 我是說的 因為我看了那齣戲 是翻拍的那齣 如果是看舊的那齣戲 就算他一樣是拍得不好 一般的 但是 因為他是舊戲的 那樣就不一樣 那你也會覺得 原來上當年 七十年代 八十年代的時候 他電影的尺度是這樣的 你也會覺得有趣 因為背景的關係 但是這齣戲 我覺得各方面都是 佛善可塵 根本上是沒有什麼 我看 曬氣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 只是施減 我覺得幾乎是下載的 如果你要看的話 就是看原裝版本那個 好過了 那個才可以說是經典 那些戲拍得不好 都可以是經典的 因為他那個 他當時的意義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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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